那您现在看到的这边全部都是我们这一次有参加马来西亚台湾形象展的清征产业的参展厂商 透过平板进入展间挑选自己喜欢的商品能360度全方位检视 就直接按channel 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立刻帮他安排线上的即时洽谈 与买主跨海洽谈还会有远端战情室每个人监控四个聊天室 确保商谈全程顺畅 外贸协会董事长黄志芳与马来西亚代表透过荧幕快海合照 今年碰上疫情 马来西亚台湾形象展集结200家企业线上参展 300家买主远端洽谈预估将有1000以上场次是年度最大规模 我们可以从台湾上学习 希望我们的工业也能获得台湾的力量 在ICT和R&D 这次马来西亚形象展呢 这是今年办的台湾形象展当中 参加的厂商最勇要 应该会超过前面机场的商机 那我想应该5000万美金以上应该是没问题的 5000万美元商机对受到疫情冲击的厂商来说不是小数目 像是今年泰国台湾形象展才恰经预估2000万美元 越南台湾形象展4000万美元虽然只有实体展的一半 但对企业来说依然是一大帮助 除了疫情之外 RCEP签订后带来的关税威胁 台湾又该如何突破成为 我们不会在红海市场上面去跟我们的竞争对手竞争 所以这次我们展出了从智慧科技解决方案 然后有很多包括这个新增产品 透过台湾形象展将尖端医疗 自通讯及智慧应用等高纸化产品 深耕东斜市场把RCEP的冲击降到最低 怀孕新闻呈现伊丽婷开辈报道